本来顺理成章就能进国家队的邓亚萍 不仅比别人晚了一年 还只进了国家队的青年队 按惯例 新队员进国家队都会有教练来挑人 就是唯独邓亚萍来 他们其他教练没有给人 没有说是主动去教练 亚萍放在我这组吧 亚萍没有 那么很自然的就叫我这组立足了 是什么让邓亚萍独冠后 还挨了教练的批评 我说你当时怎么行 他都站在我当时行 我说你不叫不乎 人家都看不起 谁这么关注我 又是谁不断关注邓亚萍 给予他极大的肯定和指引 网视栏目正在播出 发现并引荐邓亚萍的是张谢霖老师 是他带领着邓亚萍走上了世界冠军之路 但是在平常的日子里 张教练交给邓亚萍的不仅仅是打球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1988年张谢霖第一次带邓亚萍走出国门 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亚运会 邓亚萍在决赛中获胜 而张谢霖却让他写了检查 然后在最后在打比赛中间 最后关亚军去赛 李慧芬打过来 打到邓亚萍那边一直插边去 很轻微插边 裁判没有看见 判李慧芬出见 李慧芬呢就指着手 这个就是插边 在这个球的时候呢 香港队教练在那边他告诉我 他说他这个是插边 他看见了 我没有看见 因为可能也有这个视线的问题 我没有看见 他说肯定插边 李慧芬就指着这个是插边 就叫邓亚萍说是不是插边 那么亚萍呢 他说我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呢 裁判员没有看见 对方运动员假如没有看见 然后这个球就判出界 完了以后呢 邓亚萍是赢了这场球 李慧芬很不高兴 回到房间以后 我就把邓亚萍叫到房间里来 我说小邓 刚才你的球是不是差别 他逼得透 他说张志老师差别 我说你为什么不承认当时 你赖这一招球 我说亚萍赢球啊 还要赢对方心啊 不光是赢球啊 就赢了人家要扶你 你不能说是看见的差别 你说不差别 这就是道德问题 我说你当时怎么想 他说张志老 我当时想 我进国家队也太难了 人家都看不起我 所以这一对冠军对我很重要 所以我就没有承认 这就是差别球 我说这样子 你回去给我写一个书面检查 够我 然后你现在马上到李慧芬那儿 去道歉 然后他就过去 到房间里 跟李慧芬道歉 然后他以后呢 他又写了书面的检查给我 我也看了 后来呢 也没有公开的 给他们检查 那是我看了 从这以后 没有发生过 这一类的事情 这是多年后 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女单决赛 在这场比赛上 对手陈静也打出了一个擦边球 是擦边 是擦边 大家看到 战亚平也指这个球台 是擦边 虽然比赛很紧张很激烈 而且比赛呢 也非常重要 每一分都是事关重要 但是 中国女子冰方球队的战亚平 表现出了良好的风格 大赛中这样的经历 在张谢霖教练的记忆中 还不止这一次 北京 十一届亚运会 在中人体育馆 就对韩国队 他和乔洪两个人打算他 对方是 有一个叫洪次月 还有一个是不是叫 玄金河的 还是梁云子的 我忘记了 反正洪次月肯定有 也是在中间关键的时刻 有一个差别 财派也没看见 什么 后来邓亚平主动承认 这些差别 然后这一句就输了 我们就少拿了一块金牌 我觉得这个值 不是说好像金牌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人的品格 人的素质 往上提高 提高了 这个不容易 这个提高不是用金钱 可以买得来的 所以我因为小邓成熟了 一个顶级的运动员 势必要具备两样不可缺少的东西 第一是技术 第二就是品格 走向世界冠军的邓亚平 也在磨练着自己的心智 锤炼着自己的性格 而这一切都被当时的 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玛兰奇看在眼里 1991年 萨玛兰奇第一次 在日本亚运会上 观看了邓亚平的比赛 并为他颁奖 在这个之前 他从来没有看过我打球 那一次正好是他赶过日本 然后由日本的皇太子 陪他到千叶去参观 乒乓球比赛 正好赶上我的女单 比赛前 那么打完这个比赛以后 后来我就听 我们的翻译 刘北剑就跟我讲 说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玛兰奇 起初要跟我发奖 当时那个时候 因为还很小 没有很多的这种概念 反正觉得 我拿冠军是最重要的 至于谁跟我发奖 好像是很重要的 此后 萨玛兰奇更在1992年 1996年 连续两届奥运会上 亲自为邓亚萍 带上胜利者的奖章 第一次我去洛桑访问的时候 然后他就跟我讲 你是世界上第一个运动员 我被邀请到国际奥会来的 我非常非常惊讶 因为我觉得 对于一个国际奥会主席来讲 邀请个运动员去还不容易 是不是谁不愿意去 都是一种荣幸 但是我没有想到 我是第一个 因为看见了 五星红奇和国际奥会 五环奇在那个旗杆上 他的秘书专门讲 是今天萨玛兰奇专门 纷纷要做的 他说这太多的这个 国家的部长来 都不会是这样子的 很多的人 包括很多的高级官员来 都不会这样 他说今天专门 国际奥会 就是这个萨玛兰奇主席 纷纷这样做的 1997年 在萨玛兰奇的推荐下 退役后的邓亚平 成为奥运会 运动员委员会的代表 从此开始了 他人生的又一段航程 邓亚平曾经对自己说过 没有输的理由 只有赢的出路 而他这种精神 也在人生的很多阶段中 可以看得出来 退役之后的邓亚平 先后在清华大学 英国的诺丁汉大学 剑桥大学 分别完成了学士 硕士和博士的学位 我们可以看到 在赛场之外 他又赢得了一个大满贯 邓亚平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不仅在赛场上 留下了闪亮的名字 同时在中国体育界 也成为让人 不能够忘怀的人